来了来了,今年的光腿神器测评终于上线了 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几款都在这了 让我们来测评一下吧 第一款,墨循光腿神器 看下没穿和穿了的对比 这条上身白中透粉,比较适合白皮妹子 带一点点磨皮感,色号偏白但是不发挥 包容露骨骨感也是相互自然的 进去为细节对比,面料材质通透细腻 经过超暴力的拉扯,感觉弹性和包容性很大却不会臃肿 丝袜部分比较紧实 用剪刀刮过测试后没有破洞钩丝 耐穿程度是OK的 内里的绒细腻柔软,轻肤舒适度OK 第二款,用灰光腿神器 看下没穿和穿了的对比 这条会有些发黄,黄黑皮妹子可以尝试 白皮可能会穿出轻微甲质感 看下面料细节,纹理细腻重规重矩 暴力拉致测试感觉弹性不错 剪刀用力滑破后出现了破洞钩丝 耐穿程度比较一般 平时穿字袜比较容易滑破的就不见一路啦 里面内容还是比较细腻柔软的 轻乎成不可 第三款,木小妹光腿神器 没穿和穿了的对比下 这条感觉稍微添黄 黄皮或者肤色偏深的妹子可以充 整体对身材的包容度还是OK的 不会臃肿显胖 近距离对比会发现面料相对细腻 带点磨皮感 拉着测试弹性正常不累肉 剪刀划过后没有出现破洞钩丝或者瑕疵 耐穿都OK 这款内里的面料是最细腻的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腰挡勾和体腿设计 收住腹部肉肉同时还可以更保暖 加分 第四款,安奥提光腿神器 两条腿没穿和穿了的对比 这条是我个人最常穿的 色号通透贴近肤色 不会发黄发灰 有种自然磨皮感 近距离看纹理细腻 和肤色也比较接近 暴力拉着后面料没有变化 弹性和包容度OK 剪刀用力滑过后没有破洞没有勾丝 耐穿度OK 里面的绒绒相比之下也是比较细腻的 肌肤柔软 第五款,去值光腿神器 没穿和穿了的对比下 会觉得有点发挥 两条腿都穿上发挥就更明显了 略微有点假质感 可能会容易踩雷 这条就不推荐了 近距离看颜色有一点点发去 暴力拉着和剪刀滑过后没有破洞勾丝 质量是过关的 里面的绒绒还是比较细腻的哦 原相机无理员无力镜测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孤色选择 引进重头